裴奇以城池换美人,豪情万丈,成就了一对佳话,可惜我不是那个美人,也不是裴奇,我和他素不相识。 我丈夫只是个守城士兵,因为死不投降,他死在了那场战争中,最终守住了城。 次年,裴奇以城池换美人,我成了美人身边的洗脚臂。 在给徐贵妃洗脚时,巧遇他发了好大一通脾气,所骂之人直指凤鸾功,声音甚至没有一点收敛,只因皇后生辰,皇上前去做了一个时辰。 好一个贱蹄子,我倒是小瞧你了,莫不是都欺负我这个外来人不成。 一天就着有点身份拿瞧,还真的以为我不敢收拾你,仔细了你的皮。 他对着跪在地上的长氏宫女破口大骂,翘生生的小脸如此也依旧美艳。 长氏宫女静若安纯,不敢说话,谁都知道她在指桑骂怀,偏偏谁也不敢多言。 因为这是陛下用城池也要换来的美人,自入宫企,三千嘉丽如同虚设,三千宠爱全在一人。 若非皇后是太后侄女,又和陛下青梅竹马,怕是那生辰的一个时辰也留不住。 我低着头没说话,只是细细地用不擦着那双白皙如玉的脚,无处不仔细。 美人依旧在发脾气,像是厌倦了无人敢反抗的寂静,一个气急一脚踹在我的心口。 另一只脚落在水盆里,溅起的洗脚水就在洒在我的脸上。 温热的触感和胸口的疼痛让我倒吸一口凉气,但到底忍住一个字都没发出声来。 贵妃是才低头扫了我一眼,冷笑一声,用脚背勾起我的下巴,迫使我抬头与她对视,怎么? 你现在也敢对本宫新生怨对不成。 我仰起了头,眼睛却一直往下看,拿着手中的锦帕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下巴处的玉族, 细声道,奴婢不敢,奴婢只是担心,方才那一下,娘娘可伤到脚。 她一愣,吃笑,贱臂就是贱臂,只配及本宫洗脚的奴才。 我顺达如流,奴婢是奴才,那也是伺候娘娘的奴才,照样比别宫的奴才高贵。 是以能给娘娘洗脚,是奴才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 我的话在她意料之外,却也让她表情微微缓和。 算你有眼力见。 她未在多言,因为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男生,娇娇。 我擦脚的手一顿。 好在贵妃欣喜,并未注意到这一一样,光着脚便朝着不远处的男人跑过去,声音娇弱婉转,好似一根羽毛轻轻扫过心尖,让人心痒痒。 皇上你怎么来了,你不是要去陪凤鸾公的娘娘吗? 我以为,你心里早把娇娇给忘了。 说着说着,眼角已经留下一滴晶莹剔透的眼泪。 美人落泪,梨花带雨,谁看了不心疼。 裴琪也同样如此,甚至更甚,她因为这滴眼泪,连城池都奉上了。 胡说,朕只是把妙嫣当妹妹看罢了,恰巧今日母后也在,便多做了些时候,如何会忘了娇娇? 真的吗?贵妃娇憨? 裴琪满目柔情,抱住怀中美人,眼中涌起情欲,忽见她脚上空荡荡,一问,怎么也不穿鞋? 还不是因为臣妾想要快快见到陛下,陛下怪臣妾? 哈哈哈哈,怎么会是你的错? 这天下谁都错都可以,但绝不会是娇娇的错。 裴琪大笑,抱着美人走向床榻,声音传来。 洗脚的工人,罚在外跪一个时辰。 之后的话,我便听不清了,因为我已经走到了门外,冬日里的黄城冰冷刺骨,脸上的洗脚水仿佛瞬间结冰,让人只觉得连夜被冻上了。 快去跪着吧,下件东西,还真以为贵妃娘娘是那么容易巴结的。 呸,长世工女心里不痛快,索性在我膝盖上踹了一脚,我就这么重重地跪在雪地里,周围传来隐隐地嘲笑声。 当然,店内的嬉笑声更大。 我就这么跪着静静地听着。 或许是笑声太刺耳,又或许是今年的冬天实在太冷,让我又出现了幻觉。 瞧见那个穿着甲州的小兵朝我走来,心疼地捂住我的双手。 怎么不进屋? 这儿多冷啊,素娘,咱们进屋。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,瞧着她低垂的眉眼,脸也晒黑了不少,偏偏如此,还冲着我一个劲傻笑。 素娘,我们又打胜仗了,我杀了五个敌人,其中一个还是个小头头,将军路过时特意问了我的名字。 素娘,边疆太冷,我想着京城也冷,是已发下来的军饷我全都存起来了,你拿去,多多添置冬天的棉衣,千万别冻着。 素娘,这次我杀了十五个敌人,将军说若我好好干,一定给我身为百夫掌,那样发下来的军饷又多了一些,刚好可以给你买一根银簪,比我刻的桃花簪好看多了。 我听得哭笑不得,你什么都只知道给我,也不知自己天见东一。 那怎么行?素娘可是我娘子,我赚的银子当然是要花在娘子身上的。 虽不多,不过我会越加努力,终有一日,我定要素娘当上将军夫人,当不上了。 因为第二年,她就死在了那座城池里。 那封最后染血了的家书,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。 素娘,无期,对你不起,可我是大胜之兵,大胜的人,是死不祥。 我哭得生死历劫,吐血不止。 最后背着行囊,想要去那座他宁愿死也要守住的城中看看,却听船夫感叹。 怕是去不成了,那里如今是别国的地界,咱们的陛下,为了那天仙般的美人,想也没想就将之歌与他国了。 边疆纷乱,我看见了一个逃难死在路上的姑娘,给他挖了一个坑,用了他的名字,走进了皇宫。 躲开管事嬷嬷检查的,是交出去的那一根银簪。 大雪纷飞,娇宠过后,皇帝也因繁重的公务匆匆离开,从我身边擦肩而过,并未看我一眼。 我再也坚持不住,倒了下去。 醒来时,与我同住一屋的嬷嬷叹息,你这也是因祸得福了。 这一间小屋,我是洗脚的,它是倒夜香的,对我常有照顾,只是现在怕是只有他一人住了。 贵妃娘娘说,你醒了,就去他身边伺候。 说是伺候,其实也不过是跟在他身后,隔了好几个心腹宫女,做些杂活罢了。 贵妃贵人多忘事,哪里会记得一个小小的洗脚臂女。 倒是那些宫女见我一个洗脚臂出身,没少给我使绊子,对此,我总是笑笑不言,从不反抗。 久而久之,他们也觉得没趣了,索性暗地里把自己的活丢给我。 不过,即使三千宠爱全在一人,那三千院队也会在一人。 占据了帝王宠爱的贵妃,嚣张跋扈,裴起妃但不生气,反而夸赞她,率性直爽。 而那些以往与裴起有过恩爱的妃子却有苦难言,一个一个,或是不小心亦或是有意为之,不是家道中落,就是因为冲撞贵妃打入冷宫。 皇后年纪尚小,本就不知事,管不来,太后倒是和皇帝见了几次,每次都拜幸而归。 一层阴影笼罩在公妃们的头上。 终于,在一天御花园的池子前,被冷落了半年的鱼瓶冲了过来,将贵妃撞入冬日的池塘里。 她笑得疯癫,徐娇娇。 你这个妖女。 我只因反驳了你一句,我家中族人就尽数被莫须有的罪名抄斩。 你就该去死。 就算我死,也要拉着你一起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场面一阵慌乱,宫女们大叫着救人,却又不敢让太监上前,碰到贵妃金枝玉叶的躯体。 眼见着倾国倾城的美人就要香香玉芸,我毫不犹豫地跳下刺骨的池塘。 繁重的功夫在池塘里越加沉重,冰死的落水之人在碰到救星时更是死死缠住。 等我将贵妃推上岸,所有人都围了上去。 无人拉我一把。 可我不能死,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,我死死抓住石块,一点一点地爬上来。 被扣押住的于平怨恨地盯着我,你救了他,就是助纣为虐。 你不得好死,你就该和他一起下地狱。 我浅浅地笑了,我的确不得好死。 可是于平,你全家被斩真的只是因为一个贵妃吗? 为何你命都不要了,也不敢拉着真正的仇人同归于尽。 这一意外,让裴启发了好大一通脾气。 片子一怒,流血千里,罪魁祸首的于平被凌迟处死, 贵妃身边的心腹宫女们皆被刺了一根麻绳,掉在慎行司的牢里。 而我,我被匆匆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,颤抖地跪在贵妃的床前。 片子坐在床榻边,安抚完美人后,不怒自威。 就是,你救了娇娇? 我的声音不大不小,是奴婢。 你叫什么名字? 我咽下了陈素娘,说出了,福灵。 奴婢催福灵。 她不置可否,只是道,日后,你就在娇娇身边,负责她的安危。 她若出什么插齿,真拿你是问。 我深深地扣在地上,头与地面相撞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 奴婢,叩谢隆恩。 贵妃醒来,闻此半场没说话,只是让我抬起头。 她细细地看着我的脸,问,陛下问你名字了? 我,陛下问奴婢名字,只为记下奴婢的性命,若是日后娘娘出世,奴婢一家难辞其咎。 她这才笑了,悠然地摸着自己的脸,本宫便说,不过是长得秀丽些罢了。 陛下有本宫这朵牡丹不够,后宫那些阴阴艳艳艳还不够,难道还看得上一朵寡淡的白花? 我诚惶诚恐,奴婢不敢。 量你也不敢。 日子好似又回到了以往,陛起依旧和贵妃如交似妻,我还是在店外。 只是这次不是跪着,而是站着,静静听着里面的动静,唯恐主人有吩咐没听见。 店门打开时,我低下头不敢看走出来的人一眼。 陛起又匆匆离开,但这次不是宫物,而是凤鸾宫走水,宫内的宫女六神无主前来禀报。 这可苦了贵妃宫里的人,心上人骤然离开,美人气得砸了一屋子的东西,到最后甚至称病推了好几次陪起的腰间。 我拿起碎了一脚的瓷瓶,因为我从不与底下人发脾气,收拾的宫女也就敢和我多说几句。 姑姑,听闻这瓷器是官瑶里偶然炼制的一件,独一无二,价值连成,真可惜。 不过退回去找个好师傅,定然能修好。 我勾起一个浅笑,抚摸着裂痕,是啊,定然能修好。 可是修得再好,裂痕也是在的不是吗? 她看着我愣了一下,滴滴滴倒,姑姑笑起来可真好看,明明平日里瞧着,也没这个感觉。 说是叫我姑姑,实则我也比她大不了几岁,说到底,我也才嫁了一年,就死了丈夫的心腹。 我并未回她的话,吩咐收拾的人出去,轻轻关上了门,以免打搅贵妃休息。 天上又下起了额毛大雪,院子里的梅花开的娇艳,我习惯了站在店外,一日一日地守着。 宫女们怕我出个好歹,并了没人守当其冲面对贵妃的怒气,给我加了一件大厂,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,好奇地问。 姑姑喜欢梅花?我轻笑,不,我喜欢桃花。 冬天太冷,冬天里开出来的东西,我也不喜欢。 可贵妃喜欢,贵妃就爱冬日里白雪挨挨下的红色,坐在暖洋洋的店内,一抬头就能看到。 她不知,这样大的雪,远在边疆的那些士兵,单薄的棉衣,是扛不住的。 宫女没在回我的话,而是猛地跪在地上。 我下意识地回头,门口穿着明黄色长袍的帝王也看着我。 我一愣,低垂了眼帘,跟着跪了下去。 数紧致的长靴和明黄的衣摆就在我的眼前。 裴启问,你叫什么名字? 我回答,弗玲。 奴婢,崔弗玲。 这一次,我知道她记住了我的名字。 外面怎么回事? 吵什么呢? 贵妃面前,钉点声音都能将她吵醒,如今已然发脾气。 我欲说话,却也不敢起身,倒是眼前的人推开了门,声音带着笑诣,娇娇。 一句爱称,就能让美人软了骨头,满是生香,我缓缓站了起来,平静吩咐底下的人准备好热水。 如今我的身份,这原本也不该是我的活,但抬着热水进去的宫女为难地又走了出来,迟疑地看着我,姑姑,娘娘说要你亲自送进去。 我微微愣了一下,接过来热水,朝着店内走去。 店内温热,将我一身的寒气也吹散了些,耳边低音细语越发清晰,露骨异常。 也对,贵妃作为异国之人,形势总是比大圣女子大胆。 我想着,顺从地眉抬头,对那些足以让人面红耳赤的动静无动于衷。 贵妃也并未理会我,好似叫我进来不过是一时兴起。 所幸我也做着自己的事,方要离开,突然听见一声响动,下意识地看过去,才见贵妃不知何时已经睡了过去,天子眉眼清明,恰与我对视。 我面色不改,行了一礼,无声地退下。好似从未来过。 一夜之后,那些贵妃失宠的传闻消失得一干二净,数不尽的赏赐,一箱一箱地抬了进来。 天子再没有去过皇后那处,公务一完,便只留在贵妃店里。 只不过,贵妃极爱在裴起来时叫上我。 裴起与她吟湿作对,我便站在窗边挡着冷风细细研磨,只因贵妃不喜闷却也怕冷。 裴起与她喝酒对饮,我就在她身旁用冷水洗过手后,为她一根一根地挑掉鱼刺,鱼刺尖锐,天冷手抖,难免刺中指尖,烟红的血珠在冬日里艳丽非常。 我恍若未觉,待一切结束时,满手鲜血。 贵妃了然无趣,算了,赏你吃了吧。 她原本也没想过要吃。 我感恩戴德的答谢,却在包好手指后抬着热水进来。 是的,即便我成了长势宫女,我依旧伺候着贵妃洗脚,跪着地,低着头,这一点从未改变。 而裴起,从始至终都看着这一切。 待结束,我走出店门时,底下的宫女们正讨巧地拥上来。 姑姑,娘娘又赏菜了,有姑姑最爱吃的松鼠桂鱼。 咱们店内也就姑姑最得娘娘欢喜,这松鼠桂鱼,次次都有。 我轻笑着看着她们年轻稚嫩的脸,道,你们吃吧,无需给我留。 为何?姑姑不是最爱吃这鱼的吗? 不,不是我爱吃,是裴起爱吃,贵妃惦念着,以至于这鱼次次都有。 最开始,这鱼冻得还算多些,但随着日子过去,这鱼却是越发完好无损了。 我看着已经小半飘落在地的梅花,笑着道。 许事,吃腻了吧。 年关将至,边关战士告急,裴起好几日没留宿贵妃处,接在御书房待着。 我也讨了几日闲,去梅林内折些梅枝,准备放在贵妃的翡翠瓶内,带贵妃醒来,一眼就能瞧见,有个好心情,不至于再将那洗脚水泼在我身上。 天气越冷,我是真的不愿染上风寒。 可我不知,裴起会在那儿,明明贵妃的宫殿就在不远处,她却止步不前,留在了梅林之中。 明明之前她一旦没了公物,便是一刻也等不及地闯入殿中与美人相伴的。 我急忙跪下,头顶传来天子一字一句低沉的声音,像是玩味。 催、扶、灵、奴婢在。 抬起头来。 我抬眸,天子正直壮年,气宇轩昂,生了好一张多情的脸,她也仔细看着我的面容,突然道。 青云殿的桃花开得最好,那还空着,你可愿意去。 我,贵妃娘娘不喜桃花。 她继续,正是说,你一个人去。 我谢恩,公必调动,奴婢谨遵圣御,谢主隆恩。 她又打量我,你之阵不是这个意思。 大圣境内,九五之尊,御膳房内膳食何止三千。 一碟松鼠桂鱼,纵然爱吃,也不可能永远只吃一道,总该有些配菜。 只是到底情浓时许下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,不好打自己的脸,是以等着旁人来破。 就好似她一直静静地看着我受尽屈辱,却并未出生,只等我受不住匍匐在她脚下,求她怜爱。 可我只是仰着头看着她,因为她没让我低下,直言,地下赎罪,奴婢不知。 她笑了,气笑的。 崔芙玲,你的这张脸,何时才会有别的表情? 我面上终于浮现一片错愕困惑。 片子顿了一下,甩羞而去。 风雪加深,很快把此地的热气吹散。 今日之事,恍若一梦。 自此,裴起便是来贵妃处也再未给过我一个眼神。 日子如流水,转眼除夕,大摆宫宴。 我随贵妃而来,也终于看见了那个传闻的皇后。 不过十六七岁的模样,眼中轻亮,容貌明艳,但面上多是死忌,穿着厚厚的功服和贵妃一笔,气势居然没输。 也对,再怎么年轻,也是忠名鼎时之家精心培养出来的嫡女,如何会输给一个异国女子。 但不怪我此时才见到,只因贵妃入宫以来,裴起就免了她每日去拜见皇后的规矩。 而皇后?皇后就没出过自己的宫门几步,每日不是去太后那儿,就是待在自己宫里,身怕有人记得她,存在感全无。 当然,此次除夕宴中来的还有各位大臣的妇人,我路过时便听见不少嬉笑的声音。 也是可怜,居然就这么守寡了。 孩子也才十六,还是独苗。 圣上宽幼,不是已经赐了爵位了吗? 战死也是没办法的事。 话语中心的妇人头发半白,眼尾的皱纹怕是厚厚的脂粉也遮不住,但她明明也才二十七八。 我突然想到今日梳头时掉下的那一团青丝。 哦,我也才十八。 骤然间,那妇人抬起头,恰好与我对视一眼,但也只是一眼,她遍头也不回地退出了席面。 我转身,还记得贵妃吩咐,今日除夕,她宴后会在梅林等着天子。 她说,她家乡的舞,要就这大雪纷飞红莓灼灼时,方才最好看。 但很遗憾,我是被留下来手电的那一个。 她从未想过要将我戴上。 店内温暖,我挽起衣袖,露出白净的手臂,将折下来的梅枝慢慢修剪,留下煮汁,剪去分枝,花开烂漫,原本茂盛的一团,剪完也只剩中间那醋罢了。 做这种事,我倒专心致志。 以至于没注意到身后什么时候有人,等闻到那股浓烈的酒香时,已然被暴倒在地上。 身上的人呼吸急促,我推不开,急切地出声。 陛下,奴婢是弗灵。 那人顿住。 黑色的眼眸深不见底,但却足够清明。 我想她看见了我那张永远淡然触之的脸,出现了裂痕。 惊慌和羞愤交错,我又重复,陛下,贵妃娘娘在梅林,你认错人了,奴婢是弗灵。 我的声音被截断,修剪的花枝散落一地。 酒香害人,真的害人。 足以让人轻易沉沦,还记不清那些纷乱的过程。 黑暗里,我拿着修剪花枝的剪子,在手臂上滑了一道,温热滴落在明黄的衣袍上,又快速地用早已准备好的不调缠好时,心里默默地想。 今年的冬天太久了,索性将要过去。 春天,也该来了。 啪! 贱人! 我早知你心怀不轨。 不成想,居然胆大倒在本宫的榻上。 本宫定要杀了你。 现在就要杀了你。 烛火和脚步声靠近时,巴掌也紧随而至。 扇在脸上火辣辣的疼,带着上位者的惊天怒气。 我穿着单衣,熟练地跪在地上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。 原来就算是倾国倾城的贵妃,在嫉妒和愤恨拉满时,那扭曲的脸也如此丑陋。 可是贵妃娘娘,你原本也是因为这张脸得来的喜爱,如今这副模样,又如何让踏上的人动得起旧情呢? 我不作声,也不哭诉,只是静静地任她提打,像是默认一切罪名。 贵妃彻底怒火中烧,尖叫着上前,尖锐的指甲准备划破我这张寡蛋的脸。 够了。 一只手拦住了她的动作。 这个屋子里乃至整个大圣最有权势的人终于不再沉默,而是有些不耐和烦躁地道。 是朕的意思,与她无关,贵妃,你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 光当! 桌边的翡翠瓶跌落在地,碎片砸在我的脚背,我下意识地抖了抖。 突然感觉到一阵失重,低呼一声,便被抱在一个宽大的怀抱里。 贵妃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。 她应该记得很清楚,毕竟这一天是自她来大圣,第一次被人如此训斥。 还是当初许她一生疑是一双人的天子。 明亮的眼睛里蓄满了眼泪,四段线的珍珠滴滴坠落,可这次并未得来心软,而是天子头也不回离开。 因为太丑了。 惊骇、愤怒、傲慢、极度交织在一起,会在一张脸上,实在是太丑了。 才出店门,冷风就吹得我往里缩了缩,她笑了一声,胸膛也跟着震动。 连冷都拒,为何被打时就倔得不肯求人? 我的头依旧埋在她的怀里,因为不想看她的脸。 声音也闷闷的,那是娘娘,奴婢是娘娘的奴才。 她毫不犹豫地道,以后不是了。 除夕夜,陛下从贵妃宫里抱出一美人,次日就封为贫,居青云殿。 如此晋升,简直就和当初徐娇娇来大圣时直接封为贵妃一样,不讲道理。 但同样的,足以轰动一时。 因为这代表着贵妃独占圣宠整整一年后,终于有人打破了僵局。 后宫嫔妃也跟着在这一夜焕发生机,待第二日我去皇后宫中请安,那挤满了人。 他们目光灼灼,待看清我那张脸时又面露失望。 什么嘛,瞧着也就是轻力一些而已。 唯有皇后笑着对我道,辛苦妹妹了。 我恭敬地行了一礼,并未见月。 她看着我的目光又深邃了一些。 自此闲暇时,她长邀我去宫中小坐,偶尔与我念些诗文,眼中总带着笑。 不过,我并非一直都有时间,陪起近两个月几乎都待在我的店内,我不抗拒,却也不炫耀。 只是,偶尔店外传来贵妃病了的消息。 她迟疑了一下,我并未听清,困惑地朝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。 怎么了? 她的目光便死死地盯在我的脸上,然后有些急切地将我抱住。 如此两个月,贵妃到底坐不住了。 那日我依旧坐在店中等陪起来。 但等来的,却是陪起在来我店中的路上,遇到了常跪不起的贵妃,就此改道的消息。 怎么能这样? 亏她还是个贵妃。 身边的宫女契集,正是当初除夕贵妃让传消息给陪起去梅林,并未传到位的那个。 明幻福音。 我提醒她,慎言。 她不甘心地咬唇。 我有些好笑,安慰她,这不是好事吗? 至少,你能多吃一碗饭,不用那么恶心。 她像是被说服了,咽了咽口水。 我又道,今晚的晚膳,加一碟松鼠鲑鱼吧。 娘娘不是吃腻了吗? 我,可终究是最爱吃的,两个月未碰,实在惦念了。 不过,总该加些配菜的。 贵妃妇宠从来不是什么难事,她性子骄纵,而陪起为天子,也不可能低头。 事宜,只要她想通这一点,走出第一步的时候,陪起便会为她走出第二步第三步。 这是天子给的殊荣,意识偏爱。 当然,陪起第二日也来找过我,表情有些复杂,我则睡意懵胧,像往常一样,望着她笑道。 陛下来了。 她见我未有怒涩,面色缓和,突然又想到什么,问。 你可知,昨日我去了何处? 我不解她,为何如此问,自是知道,陛下昨日去了贵妃娘娘处。 你以为呢? 她又问。 我顺着她,这是好事,陛下喜得美人,臣妾恭喜陛下。 她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,正去找别的女人,你便这么高兴吗? 我反问,陛下不高兴吗? 若不高兴,又怎么可能一晚待到天亮? 她果然噎住了,头也不回地离开。 真是奇怪。 贵妃附宠,却再也不能毒宠。 陛起像是忘了我一般,常常在贵妃宫里留宿,偶尔也会去别的嫔妃那儿,但唯独不去皇后那儿。 因为在她眼里,皇后木认,且无趣。 一时间,后宫好似又恢复了贵妃没来时的模样。 没人在意无人问津的皇后,以及一个圣宠后又失宠的嫔。 只是不知那贵妃殿内的瓷器,还剩几件是完好无缺的。 人呐,就是不能憋着,憋坏了,是会出事的。 我算着时间,去应了皇后的小句,她桌上给我摆了松鼠桂鱼,甚至特意推到我的手边。 我瞧着瞧着,没忍住,干呕起来。 皇后被吓到了,惊异。 怎会如此? 我不甚在意,摆了摆手,许是吃腻了吧。 她点了点头,让人撤了下去。 隔日,我在御花园内遇见了被众人簇拥着的贵妃,她依旧美艳动人,美得让人一不开眼,但到底放下了架子,和那些与裴琪有过同样肌肤之亲的女子站在一起,笑得很得意。 可这笑礼,咽下了多少不甘,只有她自己知道了。 原是贵妃也在,我今日身子不适,荣嫔,你随我回宫吧。 皇后见她,几乎立刻拉着我道。 贵妃瞧不起她这副窝囊的样子,或者说,后宫上下没几个人瞧得起这个怯懦的皇后,自然也不怕她,所谓的尊敬,也不过嘴上说说罢了。 皇后娘娘自己身子不适,怎么还拉着旁人一起走? 芙玲,你如何见了本宫也不打一声招呼? 莫不是忘了本宫这个救主? 声音带着压迫。 我习以为常,连反抗都没有。 芙玲见过娘娘。 这是我自得宠后第一次见她,可我知道,我就像是她心里的那捆炸药,不管她如何收敛脾性,变得温婉娇柔,都无法改变本心。 相反,时间越久,炸药越是干燥。 只待我一开口,就能点燃导火索,然后掀起惊天一爆。 果然,她冷笑一声。 好声没规矩。 我乃贵妃,你也不过是个贫。 哦,本宫都快忘了,你原本还是本宫宫里的一个洗脚臂,见了救主,为何不下贵形大礼? 众目睽睽,提及旧事,实为羞辱。 那些嫔妃们能入宫,自然家世不俗,文言面露艳起。 原是洗脚臂,如此低贱的身份,如何能与我们站在一处? 快别跪了,之前只说是贵妃宫里的宫女,没说是这么伺候人的,光是站在这儿,我就想吐。 臭死了,一股穷酸味,难怪陛下会艳起她,原来不过是徒一时新鲜。 你,皇后想要说话? 被我扯了扯衣袖,带她看向我,我已经提起裙摆跪在了贵妃面前,深深地扣在地上,再次道。 扶灵,见过娘娘?贵妃半上不说话了,走上前来抬起我的下巴,漂亮的眼睛里怨恨阴冷,低声咬牙道。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? 不过是个玩意儿罢了,陛下一时与本宫有些举语,你便承虚而入。 却不知陛下心里一直都有本宫,从来只有本宫,只要本宫稍微示弱,你就什么都不是。 贱人? 她倾国倾城,她骄傲放纵,或许陪其为谁负她都可以,但唯独不能是我,一个只配给她洗脚的剑壁。 我被迫看着她,扯出一个笑。 是啊,陛下心中只有娘娘,奴婢不过是个意外罢了,娘娘莫要生气。 她瞳孔皱缩,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。 我是意外,那她身后那些呢?一个两个都是意外吗? 她猛地把我甩开,胸口起伏,扇了我一巴掌,大骂,贱人。 贱人? 这一怒吓坏了所有人。 原本,她骂得也不止是我。 可她依旧不解气,将手中帕子丢进边上的池中,阴毒地对我说。 你不是洗水性吗? 不是水性好得很吗? 下池救人不在话下,那现在就去给本宫把那帕子给剪上来。 那是陛下送予本宫的定情之物,若是丢了,拿你是问。 贵妃。 皇后焦急,池中水深,莫要胡闹。 但她的话,贵妃怎么可能会听? 反之,在文言后她不仅不收敛,而是冷笑连连。 愣着作甚。 去呀。 莫不是觉得自己如今是贫了,本宫便使还不得了。 洗脚臂永远是洗脚臂。 我身份调换自如。 奴婢,遵命。 但其实我并不太会水,当初学了些也不过是幼时还提,就着河水稀稀罢了。 可有人会,我曾无数次看着她跳进河里,剑硕的手臂来回滑动,钻进河水之中,不过一会儿就抱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笑着对我道。 宿娘,我抓住了。 春日水凉,不比冬天里的好多少,如此回想到往事,实在不美。 我感觉到全身上下的刺痛,厚重的功夫也在下坠,待抓住那方锦帕时,我由上岸,还是被福音和皇后身边的宫女拉起来的。 上岸时,腹部的剧痛已经难忍,我不受控制地蜷缩在地上,脸色煞白一片,这给那些金枝玉叶的贵人们吓坏了。 皇后难得撞着胆子,大喊去教育医。 贵妃脸色同样不好看,可她不愿表露,也不会承认错误,咬牙道。 急什么,她之前在冬日里也下过这池水,也不见得有什么事,现在不过是装枪做事罢了。 没想到你如此心悸,想要陷害于本宫。 本宫告诉你,休想。 给本宫起来。 她说着,抬脚朝我踹了过来。 公妃的鞋头上翘,上面镶嵌着珍珠,踹在肚子上时,格外的痛。 痛到我分不清到底是皮肉之痛,还是骨肉分离之痛。 邪,流血了。 有人惊恐地大喊,指着我腿间流下的血迹六神无主。 药味,很苦的药味。 我一时清醒时只听见耳边男人的怒吼声。 为何如此? 不是隔些日子就会有御医问诊的吗? 为何一直没有发现? 荣平娘娘的胎儿不足两月,加之娘娘体虚,脉相薄弱,微沉。 说话的老者声音颤抖。 废物。 一群废物。 朕就是让你们这么伺候人。 朕的孩子。 自她登基,一共只有两个公主,出生的大皇子不过半年就夭折。 随后她独宠贵妃,其他人再无机会,如此子嗣单薄,她虽不说,但总归不是不在意。 她还没说完,就有人禀报,太后娘娘来了。 周围一静,裴起出生,都且退下吧。 隔着一层屏风,那个苍老的声音落入我的耳畔,皇帝,你实在是太骄纵贵妃了。 裴起没说话。 她和太后本就不是真的母子。 太后也并未在意,我儿贵为天子,做什么都是对的。 就算是你大手一挥,划出一城也要换得美人,底下也会称赞天子气魄雄伟,实为佳化。 不过一个异国女人而已,你即是要恩宠,那对她而言也是恩赐,哀家无话可说。 但江山设计,果本不可动摇。 后宫黄寺单薄,皇后无所出,底下嫔妃皆不敬她,闹得越发胆大,如今已经可以当众谋害黄寺了。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 裴起声音疲倦,母后,你明知我对妙嫣并无那个意思。 笑话,你如今做事,也只凭喜怒了? 你不过是嫌她性子不是你喜欢的罢了,可她到底是个好孩子。 荣嫔今日,若非她在,你以为安有活路? 太后来去匆匆,徒留下蓄满怒气的天子。 她历生,来人,奴才在。 今日那些看着欺辱荣嫔的妃子,五年之内不可离开宫门半步。 其余底下,看着戎贫受难的宫人,有一个算一个,给镇压去慎行私。 还有那些没用怠慢的太医,全都给镇消了脑袋。 不可离开宫门半步,这无异于打入冷宫,可宫中美人无数,好似也不差那几个。 可人没了脑袋,是会死的。 裴起知道,但她不在乎。 她若是想宠幸谁,就是无所顾忌的豪至圣恩,就如当初贵妃落水处置的一样。 今日我也得此殊荣,无数鲜血,灌注红颜,搬到诗词戏文里,就是一段千古佳话,缠绵翡策。 只是怕日后侵蚀,该有我一个恶名。 我叹了一口气,终于睁开眼睛,陛下。 裴起的身影一致,回头,愧疚地看着我。 弗玲,没事的,没事的,朕和你还会有孩子,朕给你出气。 我语气虚弱,臣妾都知道,这不怪任何人,是臣妾体弱,无福罢了。 不可胡说。 她走上前,见我并未伤痛欲绝,脸色好看了些。 你若是能好些,心软放了那些人,朕也就依你,但不可胡说。 我笑着点头,好。 她嘴角也露出笑意,突然想到什么,道,你手里拽着什么? 底下的人怎么掰都掰不开。 我后知后觉,在她的面前松开了手,然后细细地看着她的脸一点一点变白。 那是一方锦帕,秀着一对微妙微笑的鸳鸯。 我恍然,这是贵妃娘娘,命我下水找来的锦帕,该是很重要。 她声音颤抖,你知道这是何物? 我打碎了她最后一点侥幸,知道,贵妃娘娘说,这是陛下与贵妃娘娘的定情信物。 我笑着将她塞进裴起的手里,细声细语地道,陛下,这下物归原主了。 裴起啊裴起,就是你想的那样,因为你给徐娇娇的定情信物,葬送了你的一个孩子。 她猛地站起来,目自欲裂,催浮灵。 你知道?你知道为何还是这副表情? 你为何不生气?你为何还笑得出来? 还是说你根本不在乎? 你不在乎孩子,不在乎朕。 你到底在乎什么? 以前如此,现在也是如此。 明明朕和别的妃嫔在一处,就是皇后也会生出怨对,只有你,你笑着喝我喜的美人。 她几乎怨恨地盯着我。 你眼里,是不是根本没有朕? 则,看人真准。 夜里,福音散去烛火,心疼地给我盖好被子。 寂静无声中,细微的抽气声让黑暗里的人慌了神。 她掀开了被子,看着蜷缩在里面哭得泣不成声的我。 我也看着她,泪流满面。 有什么隔阂就这么无声地消失,她死死地抱住我,欣喜和怒气交织,没事的,没事的。 我哭着问她,为何是我? 为何还是我? 明明,我已经都听她的了,为何连孩子也保不住,是我还不够听话吗?我还不够大度吗?不,你没错,不是你的错,你就该像现在这样,这样才是真实的你。 她回答,我就这么哭着,不知何时睡着,第二日醒来,还被人紧紧抱着。 片子离开时,留下了一句,我定会为你做主。 也是当日,我丰妃和贵妃以大不敬的罪名成了贫,禁足两年的消息同时传开。 对,又只是两年,仅此而已。 为什么不是用谋害皇嗣的罪名呢? 因为边关大劫。 可惜不是大圣的边关,而是贵妃母国,签阅国的边关。 突然启示的邻国来势汹汹,那哥出去的一程,让攻守一行,打了大圣一个措手不及。 无数将士买骨一箱,又有无数大圣男儿,毅然从容。 听闻这一批里,出了一个年少将军。 当然,我只是听闻,毕竟被困在这红墙之内,消息总是不灵通。 裴起偶尔发怒,他觉得战败是将士的无能,为何国库拨了那么多银子下去,还是会输? 若真的有实力在,怎么会因为一座城池节节败退? 可巧,这个时候贵妃、阿布,现在该叫宁贫。 宁贫让人递上来的狮词歌赋被瞧见了,惹得天子又大动肝火, 惩处了一堆帮忙的工人,并下了死命令,谁也不许再提他的名字。 好在,这一年虽不太平,却也有好消息。 皇后娘娘,怀孕了,并且成功诞下龙子。 这是陛下的嫡长子,未来的储君。 裴起就算再对皇后无感,眉眼也全是笑意,大赦天下,毫不风光。 我也高兴,我看着那白嫩嫩的婴儿,笑着道。 真好啊。 皇后曾旁敲侧击地问过我,我与陛下感情至深,为何还无子嗣? 我笑着道,当年滑胎,伤了底子,怕是日后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 他拿茶盏的手一抖,脸色煞白,对我越发好了起来。 但凡是他有幼不愉悦的东西,总会给我多留一份,就是那孩子的衣裳料子,也是他与我一起挑选的。 我看着太子一点一点地长大,开口学会了叫父皇,母后,最后软软地叫我,娘娘。 多可爱啊。 如此讨喜的孩子,又有皇后这样三英世家的女子做母亲,还有德高望重的大儒做太妇,前教他礼仪廉耻,后受他治国之策。 而我,我只是抱着他的,一字一句地给他念。 水则在舟,水则复舟,君以此思威,则威将焉而不置疑。 这之中亦有插曲。 被禁足两年的那位名嫔,出来了。 那时,我正坐在裴起身侧,给他端上炖了许久的雪梨汤。 没办法,这些日子他总是咳嗽,多喝些总没错。 走进来的人一身素衣,跪在地上。 被冷落的两年,让他心性发生了巨变,骄纵不在,只剩柔弱可期。 绝美的容颜未施粉带,反而别具一番韵味。 裴起看了一眼就定住。 娘娘若是还怨恨臣妾,臣妾再跪,只是当初之事,只是臣妾无心之事,并非有意为之。 他说着说着,芙蓉气泪。 但,终究臣妾的错。 裴起像是面露不仁,但还没忘记那个死去的孩子。 我则已经站了起来,将人扶起。 娘娘,都过去了。 他惊讶,臣妾只是贫。 在我这里,娘娘永远是娘娘。 他没说话了,像是感动。 如果我没离得太近,看见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怨恨的话。 如此和谐的场面,裴起自然高兴。 毕竟千月国如今与大盛的战事已经因为那位年少将军平息,签订了盟约。 这个时候让宁嫔难看,多少有些不给面子。 说曹操曹操道,内奸传了一声。 陛下,沈将军道了。 裴起让宁嫔先离开,却并未让我回避,笑道,他寄来了,就让进来吧。 门打开时,走进来的人带着外面冷冽的风,因为太过着急,身上还穿着甲皱,走动时发出沉重的声音。 我有些出神。 心想,原来当了将军如此风光啊。 微臣参见陛下。 沈将军声音年轻,裴起和他打去,他也能应对自如,丝毫没有年少将军的傲气和稚嫩。 只不过聊着聊着,还是要谈正事,这次谈到的是军饷。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都要冷,若是按照往年的分力,怕是边疆的士兵撑不住。 那还要多少? 又是要银子? 国库里的银子就那么,可嗨嗨,往年可以,今年偏偏不行。 裴起壳的激烈,我急忙给他递上雪梨汤。 他烦躁地道,好好的日子,偏偏就要谈这个,实在扫兴。 沈黎不再接话,但也没有走的意思。 直听挺地处在那儿,把裴起都气笑了,你,你这是在逼阵? 和你父亲的脾气简直一般无二。 他说着不再理沈黎,对我道,今日你怎么带着药味,听闻你还设了佛堂,可是生病了。 我苦笑,陈年就急,设佛堂,不过祈福罢了。 他的笑僵了一下,我身上的就急,从来只有一个。 滑胎后久久不孕的肚子,喝多少,晚要下去,依旧不会有任何作用。 或许是触景生情,我的话多少出格了一些。 这天真冷,也不知那孩子,去了别家,会不会挨动。 想到我方才还拉着宁平的手原谅的场景,陪起坐立难安。 最终,沈黎等到了他想要的,他苦求不来的救命银两,得到时却是因为高高在上的天子联系身边之人,叹了句。 就当祈福吧。 出了宫门,我被沈黎换住,坦然恭敬地道,微臣替边将战士谢过娘娘。 我并不领情,当着内奸的面对他道,是陛下给的银子,你该谢的是陛下,更何况,这只不过是为了我那未见天明的孩儿,祈福罢了。 他一顿,腰又弯了一些道,陛下之恩,微臣永生难忘,娘娘之言,微臣也铭记在心。 内奸已经走入殿内,我的声音低了一些道,若是真的谢我,便多打些胜仗吧,对底下的人好些,像你父亲一样。 对了,替我向你母亲问好。 他离开时我才转身,瞧见不远处,宁平并未一步,站在那儿不知看了多久。 不容地冲他笑。这蒙约一签就签了三年,三年间宁平复宠,却并未得到再多权力,倒是皇后年纪健长,稳坐中宫。 使臣要来,他就越发跋户了。皇后和我发牢骚,又担心地道,他太安静,总觉得有什么在后面等着。 我安慰他,不必担心,就算有什么在后面等着,等着的人,也该是我。 他面色更优,深沉地盯着我,我怕真的是你。女人的直觉总是很准。 他能到现在才起疑心,已经是在我意料之外了。可我只觉得畅快。 因为这么多年,该来的终于来了。徐娇娇猖狂地将我踹跪下,笑得疯魔,哈哈哈哈哈哈,培起,原来也不会如此。 崔芙玲,我该叫你崔芙玲,还是陈素娘。 多年未听到的名字让我心头一颤,千月国的使臣却没心思看他发疯,居高临下地对我道。 荣妃娘娘,你的事,我们已然知晓。 你的丈夫顾行说起来还是大圣陛下害死的,他死守成门,不也转头被你们大圣陛下拱手送人。 你恨他对不对?如若不然,你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 且我来时听闻,大圣陛下这些年的身体,是每况愈下了。 我木然,你们想要做什么? 那时陈反问,如此小心翼翼搓磨,如何解恨? 不该让他断子绝孙吗? 我抬眸,目光看向边上的徐娇娇。 你舍得?你不是爱他置身吗? 闭嘴。 徐娇娇脸色扭曲,别和我提他。 骗人的?都是骗人的。 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? 即便是用城池交换,最后还不是躺在别的女人怀里。 和我说什么他是皇帝,本该如此,哈哈哈哈,可笑至极。 这世上最毒不过妇人心。 我之前倒是爱他,可他呢? 为了一个洗脚壁的孩子,就把我送去禁足了两年。 两年?那些粗糙的饭菜和衣裳,都快把我逼疯了。 我要杀了他。 我要他死。 他的恨意太浓。 因为爱意也太浓。 不过都一样,只要是恨就好。 我回答他,如你所愿。 我没和他再过多纠缠,拿着毒药就悄然离开。 因为我很忙,还有人在等着我。 就好比现在。 我看着站在青云殿前,面色沉重的皇后,她先开了口。 太后娘娘要见你。 我点了点头。 众人皆退散,我走进殿内。 那个满头白发的妇人满脸皱纹,静静地打量着我。 陈素娘。 陈妾在。 爱家以为你是个安生的,没想到还有这一层。 这样说来,当年华胎之事,你怕是早就知道是我安排的了。 我轻笑,太后娘娘一见三雕,实属英明。 又打击了嚣张的贵妃,又除掉了一个洗脚臂的猎台,还让皇后诞下了嫡长子,可不英明吗? 皇后对这件事,怕只不过是后知后觉,听命行事罢了。 可你并未报复皇后,也并未报复我。 因为臣妾根本就没想过要那个孩子啊。 我笑着道。 那样的孽种,怎能配声出来? 太后文言沉默,后一字一句地道。 哀家当初教导这个儿子时候,他已经十四,早已被他那个父亲交歪了,贪图美色,不管不顾。 随成那两万士兵的命,是哀家对不起他们,亦是皇帝背的债。 但是臣妾娘,你今日见的人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? 哀家不想杀你,可你也不要去碰那条线。 有了嫡长孙。 太后跟着也变得心宽了。 当然,若是裴启最近没暗暗对太后母家下手的话,她或许也没那么心宽。 我对她深深一跪,定定地道。 肃娘丈夫为国战死,肃娘亦是大胜之民。 肃娘,绝不叛国。 大殿内叹息不止,我也不知跪了多久,福音方才红着眼扶我起来。 我却笑了起来。 哭什么? 这一切都快结束了不是吗? 那一晚,我站在宫门外亲自迎接裴启的到来,对她更是格外主动,是以她睡前都还抱着我换我名字。 她叫,福灵,福灵。 可我叫陈肃娘啊。 一日,一层阴霾笼罩在宫城之上。 我看着外面快掉完的梅花,将最后一茶梅枝修剪干净。 这一次,连主之也被拦腰折断。 急促纷乱的脚步声破门传来,福音尖叫一声。 数不尽的禁卫君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。 徐娇娇荣光焕发,一身华丽宫装美艳不可芳物,指着我嫌误的道。 就是你。 你这个歹毒的女人。 居然给陛下下毒。 如今陛下吐血不止,晕厥过去。 你难辞其咎,罪该万死。 不过若是你一个人,肯定做不成这样的事,是谁在背后给你撑腰的。 快快说来,说不定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 我端坐不动,但笑反问,娘娘要我说是谁? 皇后娘娘。 还是方孩年幼的太子殿下。 她表情一僵,没想到我如此直白戳破了她的心思,因很地道。 等着吧,去了慎行司,亦或是天牢,那有的是办法让你说,给我搜。 她一出生,周围的太监宫女气势汹汹地将殿内的东西砸了起来。 她终于得意,因为她是赢家。 而她身后,不知何时苏行赶来的天子,正阴冷地与我对视。 陛下,徐娇娇一惊。 奈何陪起没礼她。 一步一步朝我走来,大病之下,脚步虚伏,她低头问我。 陈素娘。 我恭恭敬敬,臣妾在。 顾行和你什么关系? 她的声音压制着杀气。 我依旧实话实说,眼中多了些怀念,陛下,那是臣妾训国的丈夫,啊。 我的声音骤然止住,因为被她死死地掐住了脖子。 那个总是不可一世的天子,如今红着眼问我。 所以,你就要对阵下手。 阵对你还不够好吗? 千金珍宝,但凡是你所求,阵都给了你。 而你呢? 你居然骗阵。 甚至为了一个小小的兵族,处心积虑地要杀阵。 她几乎嘶吼,陈素娘。 你到底有没有心? 窒息之感让我生理性的眼泪止不住地掉落,她要掐死我,可我没反抗。 我甚至险些以为我会死在今天。 可我知道,我不会死。 搜查的人颤颤巍巍,毕,陛下,没有。 陪起一顿,手猛地松开。 怎么会没有? 就是她。 找仔细了吗? 徐娇娇不可置信地大叫。 那工人不敢欺君,真的没有。 陪起错愕地看向我。 我冲她又哭又笑。 陛下在看什么呢? 看臣妾对仇人动了情,动了心吗? 杀了我吧。 我对她说,现在就杀了我。 我以无言面见顾狼。 我被猛地抱住,陪起咬牙凶狠。 你休想。 片子吃的东西有多少道关卡? 从选材到制作,每一处都有人细细地盯着,便是到了嘴边,也有人先试读,确认无误方才入口。 这个规矩在后妃宫中用膳,也不见减少。 更别说身上的衣裳,所用的笔墨指焰。 看着的人不比膳食少。 想要下毒,简直比登天还难。 徐娇娇自然知道,不然她也不会让我去。 她在毒,把烦恼丢给了我。 我成功了,她就可以连着皇后一起拉下马,我失败被当场抓获她好似,也不亏。 也难为了她那猪脑子,真的以为我做得到。 可笑,若真的那么容易简单,我又何须戳磨这么多年。 可若你没有下毒,为何她还是病了,病得那么严重? 徐娇娇死前还在困惑。 没办法,吐血是事实,病重也是事实,既然我没有下毒,找不到毒药,那毒药自然该在徐娇娇那儿,毒害天子,死罪一条。 可她也没有下毒。 我抚摸着她那张艳丽的脸,悠悠地道。 娘娘是千月国之人,怎么不知道,千月国还有一味毒药,叫美人种。 你是说,那失传的魅药? 徐娇娇恍然大悟,后大笑,原是如此。 原是如此。 我便说,陪起如此多的美人不爱,偏偏就看上你这张寡蛋的脸。 原来,是你吃了那短命的魅药。 她说到这儿,恶然顿主,死死盯着我,吃那魅药者不仅短命,还永不可能怀孕,你当时的孩子,你是。 我点头,那本就是等着你来留掉的。 贱人? 陈素娘? 你这个贱人? 美人种无毒,你如何能杀死裴起? 美人种,透骨香? 一粒无毒之药,吃了多年,方才累积成那一点毒性,也只需要那一点,就足以要人性命。 裴起周围的一切都没毒,那毒药是我。 每次他与我亲近一些,毒性就深一些,就如同于贫所说,我不得好死。 可我也要拉着该死的人一起。 害死那两万士兵的罪魁祸首,从来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,而是那随手一挥,就割让城池的昏君。 我亲手接过福音递过来的白铃,套在徐娇娇细嫩的脖梗之间。 他彻底慌了,不,你们不能杀我。 我母国才与大圣签订盟约。 你们杀我,怎么给我的母国交代? 我冷笑,盟约,你是指那张废纸吗? 命贫,如今沈将军的铁骑,已经到你签约城下了吧? 他害怕地颤抖。 我索性告诉他另外一个秘密。 你入宫多年,却未有一个子嗣,你猜这是为什么? 他瞪大眼睛,陪。 这次他真的想多了。 裴琪爱美人,但也瞧不起女人,他并不认为一个异国女子生下的孩子会对他有什么威胁,更何况那个女子还是他所深爱过的。 是我呀。 我拉紧白铃,冷漠地看着他的骨头扭曲。 娘娘,泡过红花的洗脚水,洗着还舒服吗? 经此一事,裴琪变得更依赖我。 他的病月发虫了,且极为痛苦。 御医说,从徐娇娇那儿搜来的毒药药性极烈,如此症状也是正常,只是先调养调养。 若是能治,何须用调养二字? 裴琪美美痛得大叫,都让她的脾气更暴躁一分,根本无心国事。 到最后,太后索性带着小太子监国。 再没来看过一眼。 皇后倒是会来,她是来看我。 她痛,你只会更痛,值得吗? 她对裴琪有过年少的爱慕亦有数不尽的怨恨,到最后变成了默然。 在她眼里,她只需要做好一国之母该做的本分,所谓恩宠,也都不过浮云。 我笑。 大仇得报,我怎么会痛呢? 我痛快啊,从未这么痛快过。 裴琪死时很痛苦,她拉着我的手问我为什么。 或多或少,时间一久,她看着我手臂上和她一样疼得脑破的血痕,也什么都明白了。 正对你哪里还不够好? 一个贱民小兵,也让你做到了如此地步。 她是高高在上的帝王,能得到她一点圣恩都该感激涕零,何况那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兵,如何能与她比? 贱民? 小兵? 我讥讽地笑了。 是了,陛下以城池换美人,豪情万丈,怎么会记得为了手那一寸寸国土,那些贱民小兵都付出了什么代价? 自然,他们也不知自己誓死血战手下的城池,只因陛下一挥手,就成了别人的地盘。 两万人,那一战死了两万人,两万人却不抵美人一笑。 上至将军校尉,下至火头小兵,就这么埋在雪地里。 边疆的冬天,冷啊,冷得他们都冻在了一块儿,待融化时,早已分不清那是谁的手谁的脚。 以至于我翻遍湿山血海,也找不到丈夫的一捧白骨。 唯有心拐柚子,茂蝶老人,他们哭,我也哭,可我哭时在想,凭什么我们哭呢,你们笑呢? 所以我来了,我来到了你和徐娇娇的身边。 我笑得肆意,果然,听见你们哭,我唱快多了。 她怒瞪双眼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 最后只听见我道。 裴启,你没法和那些贱民小兵比,因为你不配。 当晚,宫内传来丧音。 哭泣声此起彼伏,已经知识的太子第二日便在沈家的支持下登上了皇位。 春日到来,青云殿内九壁宫门,灼灼桃桃花飞不出去,也无人记得还有一个荣妃。 我也是在死前才再次见到沈夫人的,她半白的头发如今全白了。 沈黎和她有三分相,另外七分相沈将军,我宋顾行从军时远远见过一次。 她语气沉稳,你做到了,当初你找我要美人种时,我以为你活不到进宫的第二日。 我瘦如枯稿,头发也快掉完了。 无奈一笑,指着边上哭得不行的福音,把她带走吧,她去找她哥哥尸骨的时候,还和我抢呢? 有些蠢,连自己哥哥的尸骨和旁人丈夫的尸骨都变不出来,但跪在听话,不会惹麻烦,别嫌弃她。 沈夫人点头,我知道。 她走时,皇后带着太子前来,太子如今已经明世里,有了皇帝的模样,却还和以往一样,叫我,娘娘。 皇后话了我一声,福灵。 我已经有些恍惚,摇头道。 不,我不叫福灵,我叫素娘,我叫陈素娘,是蓝城八角巷的陈家,我的丈夫姓固。 我们青梅竹马从小就认识,她说过要当大将军。 我越说越乱,发现好些话说不过来,只能说想说的那一句。 娘娘,我好想回家。 番外,裴启。 裴启自出生起,就听父皇教导,她是未来天下之主,做任何事都是对的,就算是错的,也是对的。 年少得意,她想要的,总是能够得到。 就好比那千月国倾国倾城的美人,一座城池而已,她每日在御书房累死累活,用一座城池换她开心,有什么不可以。 更何况,大圣兵匪马状,一座城池没了,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损失。 但崔弗玲,是个意外。 她是从什么时候注意到美人身边那个宫女的呢? 或许是那日,她去皇后宫中坐了些时候,惹得美人生气,为了美人高兴,她便随意地找了个由头,让洗脚的婢女去外面跪上一个时辰。 是了,她去坐了一个时辰,就让那个婢女跪一个时辰,美人应该消气了吧。 一场雨水之欢,她匆匆离开,落过雪地里时,她瞧见那个了跪着的身影,但她不在意,毫不犹豫地越过她而行。 那天的血挺大,她好像闻到了一股鸡蛋的芳香,转瞬又消失了。 第二次见到崔弗玲,是美人落水,她气急,狠狠地惩处了那些工人和余品。 而救人的崔弗玲,正低着头,跪在她的面前,并未说话,直到她想起来,才问了一句,你叫什么名字? 弗玲? 奴婢,崔弗玲? 其实说出什么名字又有什么用? 她根本不会记住,只是问一句继续之后的话罢了。 日后,你就在娇娇身边,负责她的安危,她若出什么差池,正拿你试问。 那人给她磕头,谢主龙了? 还算懂事听话。 离得近,她又闻到了那股芳香。 她想,还挺好闻。 奈何美人在怀,转瞬她也忘了。 第三次见到崔弗玲,她记住了这个名字。 那次是因为美人生气了,原因还是皇后。 皇后宫里走水,太后恰好病重,底下的人就找到她这儿来了。 那她能不管吗? 到底是皇后,更何况她虽不喜,却也是青梅竹马的情分, 还有太后在,她不管不行。 可美人根本没那么想,三番五次地和她闹脾气, 这让她莫名感到厌烦。 她想,不是这样的,这样的美人实在不讨喜。 可那张脸也的确美丽。 所以,她还是去了熟悉的宫殿。 才走进去抬起头,就见一身臂女宫装的女子看着对面的梅花。 她边上的宫女问她是否喜欢,她却笑着说, 不,我喜欢桃花。 冬天太冷,冬天里开出来的东西,我也不喜欢。 裴起不知如何形容那一幕,明明只是一张清秀的脸, 可落在白雪红眉间,又那么惹眼。 尤其是那双眼睛,像是什么也不在意, 又像是什么都在她眼里。 她没忍住,嗅着那股芳香问下了她的名字。 崔芙玲,崔芙玲,这次她再也没忘记。 事业,贵妃让人换了热水。 她本不在意,却不想走进来的就是那人。 她放纵贵妃出声,眼睛却盯着那个背影, 她甚至连迟疑都没有,细细地做着自己的事。 这不一样。 明明所有人都该讨好她,这个也不例外, 现在如此模样,估计只是欲擒故纵罢了。 她想,她是九五之尊,大圣之主, 总不能一直爱着一个女人。 更何况,就算是吃最好吃的菜, 吃了这么久,也该腻了。 这一点烦躁的心情似乎也被贵妃察觉到了。 但是这个女人很聪明, 她佯装不知,常常将人拎到裴启的身前, 随意羞辱。 她让她看着崔芙玲在冷风中淹没, 看着崔芙玲因为挑掉的鱼刺满手是血, 又看着崔芙玲跪在她面前, 给她洗脚。 她以为如此, 裴启就能厌恶崔芙玲, 她也乐得如此羞辱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婢女。 可她不知道, 每次看到那些场景, 裴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。 她怎么还不来求我? 她好像沉溺在那一股芳香里, 越得不到, 越想得到。 更何况, 现在的贵妃已经让她有些厌倦了。 就好比以往她没事总朝着宫殿跑, 如今站在梅林吹吹风都觉得自在。 这厌倦在她瞧见崔芙玲时到达了顶峰。 也罢, 不用她求了, 她给她一个机会总行了吧。 可崔芙玲不愿意。 不知好歹, 她还真的以为后宫之中就她一个吗? 如此寡淡的脸, 她怎么能瞧得上? 她不再在意那个身影, 依旧像往日一样和贵妃寻欢作乐。 直到除夕夜, 醉酒之后, 她将那人错认了贵妃, 有一瞬间清醒, 但看见那不复淡然一脸惊慌的人, 她想, 错认就错认吧。 崔芙玲, 崔芙玲, 你到底下了什么迷魂汤? 事情比她想得顺利, 崔芙玲成了她的贫。 可她不爱笑, 大多时候都是淡淡的, 看着窗外的飘雪。 每到这个时候, 裴启都有种错觉。 好似眼前之人, 就会和那飘雪一样, 随时都会融化, 消失在她的眼前。 出神的人发现她, 则会下意识地露出一个极淡的笑。 她再也控制不住, 将人抱住。 不会的, 大圣之内都是她的, 崔芙玲又能去哪呢? 怎么可能会消失? 她很满意这个新风的荣贫。 因为, 她不会因为自己去了哪个公妃那胡乱生气, 她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宫殿内, 她来时就迎接, 她走时也不胡搅蛮缠。 但这个满意只是起初, 尤其是在听到她去贵妃处时, 对方祝贺她的表情, 那双眼睛毫无波澜。 她终于明白, 或许崔芙玲不是董事, 而她根本不爱她。 所以, 她自是不在乎。 可崔芙玲凭什么不爱她? 她是大圣之主, 她给了她帝王的宠爱, 数不尽的宝贝, 她有什么可以不爱她的理由。 她生气, 她想亮着这人些时日, 让她自己好好反省反省, 仔细想想到底该讨好谁。 却不想, 等来的却是她流产的消息。 裴启不知该如何形容当时的感觉, 只是大脑一片空白。 她不是没有过孩子, 也不是没有失去过孩子。 可, 那是崔芙玲和她的孩子。 她甚至不用想都知道, 那孩子一生出来, 崔芙玲眼中便只会有她和孩子, 那该有多幸福。 但, 消失在冰冷的冬日里, 只剩一滩血。 她想杀人。 看见崔芙玲苍白这一张脸昏睡的时候, 她想杀人。 什么贵妃什么妃嫔, 她只想要这些人都死。 可当务之急, 她得看好崔芙玲, 她怕这人醒来知道后, 会想不开寻死。 多可笑啊。 她居然是这个想法, 她什么说辞都想好了, 唯独没想到崔芙玲会毫不在意, 甚至连难过都没有, 反而安慰她都过去了。 并把那张她和贵妃情农时许下的定情信物笑着递给她。 愤怒冲刷着她的理智, 她冲她大吼, 她甚至希望这人能生气, 能哭。 没有, 都没有。 她愣愣地不说话, 仿佛看一个发狂的疯子。 可她真的没出息, 生完气又忍不住跑回来。 也就是这时, 她才觉得崔芙玲是爱她的。 因为她看见这人蜷缩着哭, 抱着她哭诉。 她觉得她心都要化了。 她发誓, 一定会给她做主。 谁知意外来得如此之快。 边关失守, 千月国骤然崛起, 贵妃的身份变得敏感, 就如太后所说, 她已经不能像以往那么放纵了。 所以, 她只能先禁足贵妃两年, 再看局势, 并恢复了一个皇帝该做的, 与路均沾。 没人比她知道皇后生下嫡长子时, 她有多高兴, 因为如此, 她就再也不用碰其她的女人了。 她想要和崔芙玲在一块, 就是干坐着也行。 贵妃解禁, 在见她时, 陪其愣了一下。 崔芙玲以为那是旧情复燃。 但她却知道, 不是。 而是意外, 她如此爱美人皮囊的人, 在看见那一张脸之后, 居然毫无触动。 甚至有些杀意。 想杀掉这个, 让她没了和崔芙玲血脉孩子的人。 但还不行, 再等等, 还需要再等等。 她会装作不计前嫌的模样, 和贵妃谈笑, 给她该有的尊荣, 但也仅此而已。 她听了沈黎的对策, 贾义和签越国签订盟约, 然后一举攻下曾经失去的城池。 那天她很高兴, 那个害她孩没了的女人会死, 而她完成了当初对崔芙玲的承诺。 像是心有灵犀, 那晚的崔芙玲也格外主动。 如果第二日, 她没有重伤吐血, 在贵妃那儿听见崔芙玲的身世的话。 骗局, 都是骗局。 她是有夫之妇。 她来此只是为了复仇。 因为, 她害死了她的丈夫。 难怪, 难怪她总是淡淡的, 对她不冷不热, 她以为是性子使然, 可不是。 催浮灵恨她, 甚至要杀了她。 欺君之罪, 是君之罪。 哪一项不是杀头的罪名?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? 她双亲已死, 亲戚对她并不好, 甚至侵占了她家的田地, 那肩夫的家人也全都消失在边疆。 她只有她自己, 所以不怕。 她就想拉着她一起死。 那好啊, 就一起死吧。 她掐着她的脖子想, 就一起死吧。 她以为她吓得去手, 可她看着那张流着眼泪的脸时, 却怎么也做不到加大力气, 在听见内奸说了没有之后, 更是想也没想得松开了。 那天她大喜大悲, 崔芙玲又哭又笑, 对她说, 陛下在看什么呢? 看臣妾对仇人动了情, 动了心吗? 原来崔芙玲真的爱上了她。 可惜, 又是假的。 她的病越来越重, 怒气越来越大, 大多时候没有理智, 工人们畏惧不敢上前, 唯有崔芙玲, 她不退不躲, 静静地看着她痛苦的模样。 崔芙玲, 你说你爱我? 可你知不知道, 爱一个人的眼神不是这样的, 你现在连骗我也不装了。 为了那两万士兵吗? 还是为了那个所谓无名小卒的丈夫? 裴启对自己的认知格外清楚。 她娇奢淫义, 她手段残忍, 她对自己不在意的人 从不在乎他们的性命。 可崔芙玲在乎? 怎么办呢? 她再无办法, 她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。 崔芙玲说, 她之所以爱她是因为她吃了魅药。 但真的只是因为魅药吗? 她想不明白, 只是有一点似乎她自己清楚。 裴启, 你娇奢淫义, 你手段残忍, 你背了几万条命, 你, 罪该万死。 玩。